哇 投资长台股连续6天上涨了800点 您呢在上涨之前就先跟我们预测了 台股得了不会跌的病 这个病可以不要好吗 单能可以不要好 那为什么告诉你 好不好 来 那我们的股票呢也很飙喔 联发科天天创新高 再这样下去呢就要突破1000元了 那还有呢 智原盘中今天也是上涨快3% 晶圆电子盘中有2%的涨幅 精彩还有艾璞也都是在创近期的新高 但想问投资长台股到底会涨到什么时候 还有为什么武大郎可以这么飙啊 我告诉你武大郎为什么这么飙 连长6天了什么秘密 其实跟着大盘一起走 所以大盘到底还会涨呢 我今天节目讲的非常之精彩 就是会得了不会跌的病 什么时候会好 另外联发科为什么一直涨啊 哇 真的会到只能说的1000元吗 还有我今天大胆的预告 哇 国台民董事长可能会退选 红海股价可能因此有救 真的吗 所有的标股 还有IC设计的这些标股 通通在荣耀华尔街 你今天一定要看 大家好 欢迎收到新闻的新闻的新闻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11月8号台股中场上涨55点 收在16740点 尽管人们越来越怀疑联准会是否会升息 但美债殖利率下跌支撑股市 五大科技股走高 其中微软却下近期新高 美股指数全数收涨台股今天也是跟着走高 近期AI以及PC的话题讨论热络带动AI股的表现 台股重返16700点的关卡 后续盘式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 选国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依然讲座常常爆门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泽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Coco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又开心了 开心喔 台湾股市连展6天 6天 谁有想过 只有我 你看一般的技术分析 哎呀 我要等战技术的番多 这殉掉了 你要找到真正的实战派 敢参加全国比赛 然后一次又打破 一次又打破 一次再一次 打破纪录的男人 然后敢砸3000万5000万 赚1000多万 关靠ETF 就可以赚钱的男人 这一切一切 这都预告在前面喔 完全不一样喔 完全不一样喔 我今天等下人政治我都给你预告喔 预告郭台铭董事长的事情好不好 好 预告喔 等发生完了再讲 殉掉了 我先跟大家讲 那个会影响更换的股价 我先给你爆点好不好 好想知道 真的喔 投资长真的都是 提前先跟我们预告 这一波台股连涨6天 也都是提前在上涨之前 就告诉我们了 而且呢 15975 这个低点也说了 一过台股就连续涨了6天 超级的强 而且呢 上个礼拜台股其实还在破底 那隔天呢 您就加码买美赞 ETF 现在算一算 倒赚快300万了 账上获利呢 突破140万 上个月其实还一度还赔150万 但是买的真的很漂亮 那呢 11月才刚开始 耶 你喝什么 熟悉的台股最对味 奶茶 这是 熟悉的台股最对味 这句话是麦虾红茶吧 对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喝麦香奶茶 麦香红茶了 我这一杯呢是 快400元的施房茶 噢施房茶 施房茶喔 好像微风南山有吗 是在哪边 对 400元 你现在变有钱了喔 当然啦 我真的投资长 可是 投资赚了不少呢 我喝400元小钱啦 好那真好 对啊 但是投资长其实我还是 属于精打细算型的 什么意思 想问一下 这笔呢 可不可以入华尔街的预算呢 好啦好啦好啦 你开心就好 对我也小钱啦 好不好 只是我这辈子没有喝过400元的 奶茶 好喝吗 我要不要试一下 好喝吗 不用不用好喝吧 你是刚才第一口喝的啊 对我第一口喝喔 觉得喝起来怎样 很好喝耶 很好喝喔 好啦希望大家都 能买 买得起 你平常买不起的东西 好不好 或者 买得起 或者敢买 你平常 买得起 可是你 不好意思买的东西 好不好 房子也好 车子也好 或出国旅游也好 好吧希望我看华尔街 大家都有赚到你想赚到的钱 好不好 真的 跟着投资长赚标股的钱 因为投资长买的标股真的很漂亮 联发科天天创高 股价已经来到了916元 真的如您所说回到千元不是梦 智元盘中也是上涨快3% 晶元电子盘中也有快2%的涨幅 精彩还有爱普再创近期新高 好投资长这一波您真的好神准喔 我昨天呢 应该是连续好几天我都起鸡皮磕大了 但想问投资长还有哪些强势的标股呢 还有哪些 强势的标股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讲很多标股 慢慢讲 我先问大家一件事 这些标股你觉得建立 你感觉出来 我只问大家这件事情 你觉得现在标股 这个时候对不对 是现在比较多 还是下跌的时候比较多 现在比较多 现在应该比较多 现在比较多 对啊 为什么现在比较多 废话嘛 这种行情大盘在涨 当然会带动股票啊 所以你说一个分析师 哇我都不用去结总金 我莫名其妙每天有涨停板 这逻辑不对的 一定是涨停的时候 一定是大盘大涨的时候 才比较多涨停板 你懂吗 所以你要找一个分析师 在这边大涨的过程中 没有站上季线 我你线线啊 我不屑单线线啊 我站上缺口我再做多 我站上季线我再做多 我跟你讲啊 这种在股票市场没有赚到钱 真的 你要搭配总体经济 不是不能讲技术分析 而是 只讲技术分析 我技术分析的比重高达50% 那个是没有赚到钱的 我只是一直跟你讲 我昨天标题了 我昨天标题也是告诉你台股 就是要得了不会跌的病 我在盘中写文章就告诉你了 如果尾盘撒下去我是不是丢脸 对 如果今天 如果只 我发了文章以后尾盘 有展了 可是今天变跌了我是一样丢脸 因为马上就没有生病了嘛 所以我告诉你台股得了不会跌的病 这是我发明台词 5 6月的时候一堆分析师在引用 我现在再跟你讲 而且我引用的11点非常漂亮 就在奇展点的时候 我告诉你还会得了不会跌的病 为什么会得了不会跌的病 就是 你又看到台股一直展 或展大于跌 展的天数大于跌的天数 你可能展个5天只跌1天 你看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得了不会跌的病 哪一个分析师能像我这样真正实实在 预测股市 我讲都是实实在的东西 实实在的绩效 我不确定做这种假绩效啦 你看看到很多人秀那种 会员赚多少钱 那个什么意义 修对单单赚多少钱 要修我自己的对单单 请问你 我这家一个ETF 我当天买的时候 我没有修贵买中心 我告诉你9A 9J的账号 有 永峰版型分行 你去问永峰所有人 本来是板桥分行变版型分行 版型分行就是有了 历史悠久 我要告诉你这个历史故事 板桥分行取消了 被测寒了 改成9A 9J 我叫你去查有没有 我本来赔多少 最多赔多少 150万 这个好像一两礼拜前的事情 现在他已经差300万 从赔150万 赚300万 变成现在赚快150万 对 这叫真正对单单 好没有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 你如果看到那些财经YouTuber 给你秀对单单 我跟你讲 他有本事要跟我一样 不然 对我来说一律造假 请他拜托 不要等股票赚钱的以后才说 我有赚钱的 这样对我不公平你知道吗 因为整个都是秀赔钱 我秀赔钱不是事后秀赔钱 他们有些是事后秀赔钱 然后秀一笔赔钱 然后另外99笔赔钱不秀 然后再秀10笔赚钱的 告诉你我赚10笔赔一笔 那都没有用 要就是当天买进或者事前要买进的时候告诉你我要买了 然后当天买进一定要秀出对单单 不要等到赚钱再秀对单单 然后 出掉以后当天要秀对单单 不然一律算造假 是 听了我的这句话 不会有人敢跟我这样PK 真的我跟你说真的 我跟你说 泽泽我跟你讲 我一个人做事 怎么样 我是好按做事好按当 人家说小丁做事小丁当 这是你笑话 泽泽做事 泽泽当 是 我就是要告诉你真正观点 我一直跟大家讲 现在很多人谢谢我啊 最近很多人 是不是因为国泰美债 20年美债 一直参加行列 因为 泽泽真的没有遇过你这样的分析师 泽泽 真的 我已经相信你了 你可以从股票市场赚钱 你可以不单分析师 还可以赚得比现在更多 没有错啊 我 刚才才算一下我赚多少钱 我刚才是跟世耀讨论 130 140你赚错了 我没在看 吓一跳 我真的因为我每天在忙 你看 对我来说这个差300万 我没看在眼里 因为我要想把你赚3000万 甚至是5000万 6000万以上 我是很认真要做这些东西的 我不需要去看我自己 为什么这样讲 我那时候说我要下 债券ETF 是 最主要是什么 是拯救 点阅率 因为点阅率太低迷了 这则是为了成就感存在的 然后 为了拯救点阅率 可是 下单也不是真的要想要赔钱啊 不然这面子往哪边挂 所以我明知道这一笔会赚钱 可是我完全不急得下 我纯粹是为了点阅率 增加我节目的精彩 是 诶 140万 你看啊 你看啊 你看你看 联合报每天都吐槽我 谁说不能买债券 郭总花4000万买00687p 现在变5000万了 是 网友酸买太早 有太早吗 不会 刚刚好 漂亮 诶我现在赚100多万 诶你看才 10月25号的事情 是啊 诶现在今天 11月8号 网友酸 诶 各位网友们 你要酸我的 你要知道我一天花十几个小时 我这20年来我妹一天在休息 是的 比如说礼拜天的时候 我休息一下下 可是我还是会开会 不是12点开会吗 我强迫自己去跑步 是强迫自己去运动 强迫自己跑步 你知道有时候逼自己 有什麽 因为有时候剩上班太累 可是 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坚强的体魄 好 人家酸我嘛 现在赚150万 那就像那时候 共产时报 更早嘛 今年5月的时候 对 赚多少 1000 对 1000多少 1151万 1151万赚出产 国安时报报导 这能造假吗 不能 因为我修的对方都是告诉你 贵买东西 直接可以查得到我的账号 直接可以查到 那一开始呢 一开始赔500万元的时候怎么样 我还拜托大家买 踏着我的血前进 也没有人理我 结果笑到最后 没有人理我 这次比较多人理我 真的很多 这一次比较多人理我 好不好 这次有看我这些奇迹的 来泽本动出来 按加500 按加500 加500 加500 你有买 国泰美在 20年吗 对 你也是 员工价对不对 员工价喔 你买比我便宜 真气死了 比我第一批便宜啊 我第二批买在最低点 对啊 买这边 你们看一下喔 这边 00多少 等一下00多少 发明给我 00687b 00687b 我最低买那时候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你看一下喔 来喔 我买这边 我买这边 漂亮 漂亮啊 最低点是几月几号 他身边有写日期 10月23号 最低点或最高点的会标注吗 会 10月23号 你看很多财经网红 年初的时候叫你买 差 现在到现在还在赔钱 嗯 我已经赚钱了喔 是的 所以有没有能力 是不是差很多 差很多 我不是要吐槽他们啦 他们给你正确观点 不然久会赢啦 只是你要找精准的买点 得找我 10月几号 10月23号 看到最低点那天我有没有买 有 买1000万 嗯 最低点是我买出来了 我比华尔街很多的分析师还强 厉害 有没有 我不是用嘴巴说而已 对 就像我不是嘴巴说 我把你当作我好好朋友 我很认真做股票 我赢的团队很认真 我赢的团队很庞大 很多人都用嘴巴说啦 我直接告诉你 我会有没有忍耐 现在已经赚150万 这个都不重要 你快速看一下 我只问你 这搭配 为什么我要买这件贴物 因为我说过这大盘要长怎么样 要降息 要降息 或者不升息 先从不升息开始 有没有 有 那那一天什么时候 是不是这一天 我在10月23号这边买 你看 美债ETF是最低点什么时候 你看很恐怖 你再看 留起机 虽然有点重复 可是不太一样 美债ETF最低点 10月23号没错吧 没错 你看 美债最低点 这个是大盘 美债最低点 10月23号 没错 没错 在那边买 很厉害 很厉害 那你停止无期 台湾股市最低点在哪边附近 来 台湾股市最低点在10月31号 11月1号附近 这两天 对不对 没错吧 没错 那你看 我第3笔 买在 11月1号 我第2笔买在美债 一天我最低点 第3笔买在台股最低点这一两天 买在什么 买在 FateBower告诉你 要开始 结束 升息循环周期 买在台湾股市 要连续6天都散涨 而且6天散涨总共8点 天天涨不停的前一天 嗯 这最低点 这能造假吗 不能 这能造假我给你10亿 我郭总告诉你有借钱破产都还你 这才是真的啦很多 你说 老头顾啦 哎呀我告诉你我这个说完话我赔你钱我赔你的 那个东西都是达不成 因为没有人去租 没有人检查 诶我这简讯有没有造假 造假的话我给你1亿 那个有没有造假 有没有造假不重要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作证啊 对 啊简讯有没有造假 重点是没有会员啦 所以他随便写 有很多种说完方式 你听懂吗 或者说我又没有这个简讯造假 的确没造假 可是你发了100则简讯啊 所以难怪你买在最低点 你听懂吗 这都是话数我讲的这都是话数 我们要去攻击谁 我们要攻击别人投股 因为我们像摩尔已经是业界第一了 我只能对摩尔投股的分析师 品质保证 其他不关我的事 不会攻击我的 攻击我的拜托请他 有本事 你可以跟我买账卷一帖波 对啊 就跟我买0050 你不认同你看空台股 不用废话那么多 那你就做台湾50反一啊 是不是 你可以做美债反一啊 美债反应该有吧 你可以做这些啊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我下个阶段 我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要跟大家讲 一档股票 你来看一下联发科 因为很多人想问联发科 涨到多少钱 因为联发科会带到你的IC设计 会带到你资源爱普 好不好 赶快来联发科要涨1000块了 很多人想问联发科会涨1000块 我说yes 这也是涨了1000块以后要不要走 联发科会带到爱普 yes 为什么会 等一下跟大家讲 中场休息的时候你去想一下这些东西 你觉得 想到有道理 来 来我们来看大家这件事情 中场休息的时候 先看今天我们按加500 没有按加500 我会生气喔 等着生气气喔 来 把折粉冻出来 冻出来 冻起来 现在可以买美债 美债20年正二 我跟你讲 这个最讨厌 我已经告诉你 正二如果是我 我会买 就是买在右侧 买在其他点 可是我告诉你 你们这些 如果一天没有花超过10个小时 不要乱买正二 好不好 不要乱买正二 好不好 我要告诉大家 好不好 所以 我觉得 我不会在那边推荐你 买500张的 你买 秀惠 不是你的意思 加500 加500 大家加500 粉丝加大交朋友 没看到 员工加什么 都不懂 员工都买得比我低 比较便宜 我比得着还要贪心 我要爱补天天展停吧 好不好 加500 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要告诉大家 那 你要不要来参加行列 我跟你讲 台股得了不会跌壁 年底就是三万七 年底就是三万七 你不要紧如果一个分析 10月告诉你 10月不会涨 然后11月12月才上完七 你不就很夸张 休息一下 我一定要告诉你 更多标股 如果想清楚的话 欢迎来 恰奇 0806 808 我们休息一下 更多标股介绍 投资长这一波真的是神预测 不管是台股要向下的转折 还是向上的转折 都是提前预告告诉我们了 那有很多的标股 大家一定都很想要知道 因为投资长是非常精准的 可以抓到股票的买点 但是哪些标股已经出现 黄金买点了 请教投资长 好你刚才有讲台股向上转折 台股向下转折 我们要赶快播一下重播 因为这东西 这跟我讲 再以了10年不会有像郭重这样的分析师 虽然我喜欢他很臭屁 可能你去想象那个威力好不好 我真的是希望你去想象威力 你看 现在还是按很多加500 加500 这好帅好款 只求说 研发客会上一千 是 最有能耐的分析师 好不好 这边还有一堆 来看一下 加500 怎么还要问第二次 就说不能买 不要闹了 不能买了好不好 说不要买政二 政二都是 朋友 政二 政二什么 你又不是下巴藏要做政二走速 没有啦 要不像我那样厚道 我也没有想要做政二走速 今天想政二就起货 你不要一直我重复这东西好不好 在你参加我会你怎么办 难道我跟他说这个股票赶快买 然后我要讲十遍然后股票暂停了吗 没时间跟你讲那么多讲一次两次就讲那么多次 好不好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过 你去看人家这个新闻 你看看这个新闻 所以这个很多 所以你为什么要参加我会员 因为很多观点你不懂 我那时候是不是说过 那个债券ETF 我说00679b跟00687b 的那个 地价不同 傻瓜才买 那个 00679b 我买0087b 是 大家都买元大 可是我买 量比较小的国泰 可是量比较小国泰 我3000万一下子就买 买进去就不见了 就很快就成交了 是 所以我说傻瓜才买元大 那你看今天新闻 你看下今天新闻 你看今天新闻 你就知道我跟别人差别 你不要念一下 这是今天新闻 大声一点 ETF 折溢价 金管会划3% 红线 好恐怖喔 很恐怖喔 折溢价喔 你看喔 这不是我该做的事 这应该今晚会该做的事 可是我已经跟事情风险了 我说傻瓜才买元大了 溢价那么多干什么 我钱多喔 我一定捐出给社会啦 你不觉得我国总我讲话就是很实在吗 我的实在不是 虽然我讲话很臭屁 可是你会发现我是实在的 我的实在不是嘴巴说 哇我要老实 我哪里哪里人 我哪里好老实 我不是要讲别人 我讲实在话 这不是用嘴巴说 而是我发自内心告诉你 我的行为是什么 我的做是什么事情 我不会告诉你每天涨顶 那个你要去相信 不要看我节目 可是我会告诉你 当我选对股票的时候 我可以让它涨不停 因为连发科就是这样的股票 不是吗 对 你去看一下show the coaching 来来 我今天跟这个coaching 因为有人说 连发科有没有买 当然有买特别会也有买 只是特供我也很久没有发了 因为上半年买的 赚45% 45喔 一堆股票赚30% 30%有没有 增加电子 有 35还40 我已经不知道 30以上了 好 35好像35 然后资源好像也是 最多30%也没走 对 然后爱普也是赚30%没走 对 真的很夸张 我觉得要赚大的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 你看一下 那我说 你看这个有没有觉得很夸张 有啊 ETF折一价 今晚会要跨3% 就是今晚要告诉你怎么样 出现折一价超过3% 有沒有 市价高于 会定于净值 要贴近越好就0%越好 今晚会告诉你喔 告诉你喔 因为很多财经网红 ETF怎么达人的 他们都拿钱办事情 他不会告诉你折一价 卖越好越好 那我锅子已经无所求了啊 你今天要不要参加好会员 我根本没差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很多人排队要参加 你今天不参加全部都不参好会员 没关系 我大不了我 买ETF赚个零钱嘛 赚个几百万嘛 就是这样子啊 我真的没有差 我真的没有差 我嘴巴 我不是那种 很 我不是那种 哇 死丫子嘴硬 而是我用行动派告诉你 我一 债券一 债券的 我 随便你赚个100多万 欸 记得我今年还要赚1000多万的 你忘记了吗 今年5月 5月喔 还落袋为安 对 还落袋为安 不用缴税的 是的 所以我真的没有差 我的没有差是告诉你 我可以比较公正 公开 然后你看喔 再看这个新闻 来看一下 你们看我每天节目就知道 这很多人觉得我重复 为什么会重复 我问你啊 如果联发科从600涨到1400 我一直可以每天讲 对 那是因为你不懂我的差别 来我们来看一下重播 来 3 2 1 快速喔 讲完 每在20年对不对 对 溢价1.7 第一次买3000万的嘛 所以是之前 之前讲的嘛 是 10月中嘛 对 人家价值只有100块 你偏偏要买117元 傻了吗 诶 我3000万傻下去 我先赔人家51万 我说溢价干嘛 我是有讲 有 我说溢价干嘛 1.7% 100块买 你多贵人家 比如说贵到101.7 叫做溢价1.7% 是 你贵人家那么多钱干嘛 我买3000万我先 亏人家51万干什么 现在云大有听到我的话啦 现在溢价在收斂了啦 他可能因为这样影响成交量啦 有人在作假啦 早点 早点这样做不就好 把人家当傻瓜 可是像国泰更好 国泰什么 元大是溢价还有收斂 国泰是变成折价啦 你现买现赚 你现买现赚 听不懂没有关系 你只要告诉你 我那时候是讨论溢价跟折价 有 我说傻瓜才买元大 你看1.7% 你看已经跨到接近什么 政府接金管会来特地跟你讲 3%的往显 对 这叫专业 我没有 我福利是这样 我坚持不业配 你知道多少人来捧的现金 你知道多少独立捧现金给我 我说我不要 我说我人生 如果是为了钱 我真的不要 我不要凌晨4点 那个写文章 我觉得太累了你知道吗 为了钱 我跟你讲啦 我再给你薪水加倍 然后叫你1点要写文章 凌晨4点要写文章 你要吗 我不要 真的不要 这是事实啊 这是事实啊 而且我不是叫你写文章 那个写的文章还要定生死 还要告诉你涨跟蝶 对 你有办法承受吗 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为了钱 我只要告诉你 我的心态是什么 我的心态是什么 就如同我刚才讲的联发科也是一样 你来看一下联发科 看一下 第一名 来 3 2 1 等一下 又来了 按到了是不是 按错了 对不起 来 来不来看一下 3 联发科2000块不是问题 那现在股价不到600元 然后跟2000块 你觉得他是不是 整个的潜在报酬 是不是应该叫联发科 No.1 所以联发科是我心目中 在这个 这一次的2022年的一个台股风暴里面 我觉得是 10年余 最佳好买点 而且应该给他灌上一个冠军 我们冠军跟符号的好标股 冠军符号 冠军喔 1700档 1800档 我只选7档 第一名 居然是联发科 1800档里面的第一名 然后放了一年左右 是不是一年前 有 一年前 赚60% 够不够 很好 是联发科 联发科是你敢压身家 再给你一次 3000万你会敢全压联发科 会 他能敢压 可是再给你一次 3000万你买那种很奇怪 之前一阵子红的 我不知道针对哪个老师 我讲事实 比如说银馆 或怎么样 涨很多 我只问大家 我们要针对 我在讲股票 我们要针对分析师 这股票之前涨那么多对不对 从这边从20块找到50块 你敢压 你只有1000万 你就全部1000万 你敢压1000万吗 我不敢 你真的不敢吗 对不对 我也不敢 可是联发科 我叫你放一年能赚60% 你敢不敢 这个敢 可是你 不一定放那么久 你要我耳鼻面命 可是一年赚60%多不多 很多啊 真的很多 916加上76块的鼓励 现在快1000块 你把鼓励算进去好不好 所以你要找不同的分析师 你懂吗 你真的懂吗 那这样大盘 这个行情也是要讲大盘 大盘我再快速给你看 一定要快速 因为你会觉得很夸张 这个之前都讲的 在这边而言这边而已 我直接告诉你低点也过了 是11月的话没错吧 没错 你们再看一下这个 真的快点看 你就知道我差很多 15975 刚突破第一 刚涨上去第一天 我就说 灰涨了 对 已经今年第四季低低点了 我本来讲今年最低点 然后看看 讲错了 第四季最低低点 你看一下 本上低点已到了 15975 非常有机会 就怎么样 就是今年最低点 是今年吗 不是 下半年最低点 第四季 第四季 不好意思 第四季 所以从那里还是回到 我这16200 哇 第四季最低点 好夸张 美女 如果在这边跟你讲说 低点已经过了 你这几天敢不敢做多 敢啊 难怪你这几天赚不了钱 因为你看到别的人 你看到别的节目 你看到别的线线 你会觉得这季线有散压 或者他似乎跟你讲 等站站季线再说 站站季线可能要三到五天 不都废话 多恩空都讲完了 我直接告诉你最低点 你今年什么时候看我在节目上讲 今天就是今年最低点 你也没看过 所以你要看我节目啊 你不要觉得我一直在重播 因为我这都是恐怖的事实啊 那我没有跟你讲更恐怖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10月以来最高点是什么时候 10月18号嘛 是不是 10月18号 在这边更夸张 这个要赶快播 因为你准备有播过 来 10月18号16000 10月12号做错 16000吧 这边有写啊 这边有没有看到 有 16825 10月12号 没错吧 你们再看 赶快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昨天有讲过 快速看就好了 10月的时候 来 这是10月份的行情喔 听清楚喔 这是9月份的CP 还是10月份的行情 11 12月就会突破1万7 11 12月 11 12月突破1万7 我直接在 16800那一天 这是10月18号 你自己看喔 说说 10月12号 是10月的最高点那一天 我来告诉你 有没有 不会上1万7 不会上喔 我说会下去啦 真的 然后下去在这边上去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你会得了不会跌的病 最低点过去了 第四季最低点 下去上去 一来一晚差 11600点 起货你至少可以赚个五、六倍、十倍 选择权啦 起货可以赚一倍、两倍 所以很多人喜欢看我解大盘 可是解大盘这个不重要 我要告诉你更恐怖 解大盘难啦 我要告诉你更恐怖 我今天做另外一个最新预测好不好 我喜欢做新的预测好不好 好 多台名会 退选 好不好 有几层的几率 9成 9成5 很高耶 9成5 9成5 为什么好不好 很高好不好 很高 我说过了 郭台名不是傻瓜 人家当首富你知道吗 他很想选 他为了一个面子 他咽不下这口气 他觉得 咽不下这口气 他觉得他应该可以代表国民党 那他的想法 我的预测啦 我只告诉他一件事情 我已经讲过 因为很多人吐槽 我说郭台名怎么可以赞 你怎么可以不支持郭台名 我没有说我不欣赏郭台名啊 你们逻辑好奇怪 很多人逻辑很奇怪 就好像网友在说 你买美在ETF 你怎么没交易买 谁没交易买 有会员问我我就说可以买啊 只是这个东西赚比较慢啊 你的会期可能会过啊 反正你就每天看我节目 我哪天卖的我会第一时间跟你讲 因为我不屑做那种假对战单的 那种财经YouTuber做假对战单的 我不屑这样做 所以我要讲直直在话 我没有讨厌郭台名 只是他参选会变炮灰而已 这是事实啊 你们高不高兴 不会影响我讲事实啊 你们看了不喜欢 你可以找别人 可是别人不会跟你这种预告啊 不会告诉你什么台湾股市 这一次不会散17000点 要等一个月后 11月12月才散17000点 而且会得了不会跌的病 如果你觉得我 东西有价值 你应该给我按个赞了 你按赞都不愿意 那 到不同 不相为谋啊 可是我点益会越来越高啊 因为我钱会越赚越多啊 我不用靠会费的钱 我可以靠股市的钱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当 国台办发言人告诉你 你要为两岸尽责任的时候 他就公开跟你 嗆瞎了 你鸿海 吃不完都这种 嗯 你 郭台銘董事长你没有为两岸和平 进一份心力还来搅局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我只要查税给你查到底 所以才跌嘛 对 所以你看技术分析所有技术分析 所有的老师 我看的很难过 因为他们只在乎技术分析 只在乎技术分析会讲到这一段政治吗 我问你一件事如果今天 今天 共产党 对岸的共产党给他罚个 8000亿 你觉得鸿海会不会再跌 会再跌 郭卫生得停反 会不会 会 是 那你解论 你去解释技术分析有什么意义 没意义 完全没任务 这就是技术分析我觉得最烂的一点 不是技术分析不好 你一定要搭配政治面搭配总体精进 懂吗 所以你们去看到技术分析我觉得很不负责 那个是让他少去研究 事实证明 那我跟妳讲如果到时候 郭台銘 真的退选了 然后因为正退选 三天涨上去了 你就不要说我来自未来 因为这样连宣明志 连连发 那个谁 连店的荣誉富董 跟郭台銘是几十年好朋友 也是球友也是牌友 他直接说为你的精神 奉献 就为你的牺牲喝彩 我为什么要讲牺牲两个字 郭台銘已经跟他讲了我准备要退选了 可是我可以讲我不会说百分之百 我说百分之九十五 可是九十五对我的信心水准 对我来说已经很高了 因为我们法规不能讲百分之百 那退选完以后就涨上去了 那你要现在买还是等退选再买 现在是现在啊 所以我的简讯来了 这样是 我认为郭台銘会退选 因为郭台銘被查税了 他可能因为这样会被退 他可能他也不得不退选 而且也不会有赢的机会 那因为被查税股价下跌 可是他退选完以后 把空外股价上来 我要在他退选之前 因为我预测会退选 这是独价预测 我预测会退选 所以我先买 所以我讨厌郭台銘 我讨厌郭台銘我连买都不买 赚价差 所以用脑袋可以赚价差 96.9元买进 邏輯对不对 对 可是只剩下我的预测对不对 我也是 10月20号之前就会跟你讲 因为10月20号就要参选了 最晚10月20号 就要登记了 好不好 只有这5天 好不好 所以你们看到最近怎么样 柯文哲怎么样 开始在呛吓国民党了 他可能跟郭台銘已经有 怎么样 你找不到主要的合作 伙伴就找次要的合作伙伴嘛 对不对 就可能柯郭配嘛 或者郭台銘也没有要配了 就是 柯郭 可能柯 柯文哲跟民众党的某一个人配 你懂吗 或者是柯文哲 跟那个叫谁 那个 郭台銘 现在的副总统候选人是谁 赖 对 赖清德 不是啦 那个女生我忘记了 抛弃美国籍 反正柯文哲跟郭台銘某种合作 就这么简单 好啦 这讲政治而已 讲政治三感情 因为这样听了 律经文却不高兴 哎呦 我可能要输了 我可能要赢了 赖什么 赖博小是赖博小赖清德 我赖你讲对 都是信赖啊 对啊 都信赖 你不信赖啊 我不耍赖 你不值得信赖 你讲耍赖这两字 你会被人骂 我跟你讲 你会觉得你在骂谁 你懂不懂 骂赖清德 我会骂赖博小 我跟你讲 不要讲话 没有我不讲话 我们政治小白 好不好 你们不要因为政治讨厌我们 我是要告诉你 怎能从政治赚钱而已 其他 民不以关斗 怎能没有任何的 蓝 白 绿 蓝 谁赢 我都开心 好不好 所以重点是你不要念我 不需要念我 你只要看我预测对不对 我告诉你我会对 我的自信来这里 不好意思 头脑 跟每天 累积十几个小时的经验 跟20年来 某每天休息 我嘴巴不是嘴巴讲 所以这个是你要的分析师 所以最后看到的是你 红海买啦 到时候不要重播 不要重播 哲哲 真的国台铭退选了 你好厉害喔 因为某种方面 你反而是看好红海的股价 你买进他你赚到钱了 因为你解析政治只是为了 你解读政治只是为了 让大家知道 跟买美在 让大家知道你善之天文下之地理 让你知道所有东西都可以靠成什么 用逻辑来告诉股价 我看那些红海的分析师 每个用技术分析告诉我破线 差太多了哲哲 就是差很多 不然我怎么股市都不赚钱 我早就财富自由 我只是身负自由 我的臭病我的自信是来自于 实战的教学 140万 他说不是笑我吗 你怎么没有想过 我是故意买那个点 第一笔是故意买那个点 第二笔第三笔 第一笔故意买那个点是赶快让你买 你怎么没想过 你怎么没想过 我要让你们没话讲 我让很多批评我的没话讲 你明明买的可以比我低 你没有资格可以比我 你听懂吗 这是事实吗 你因为买的比我低 有 我只是承认赞说买的比我少 对买的比我少 所以结果我赚比较多嘛 当然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简讯来 所以你看我还没有给你秀那种很恭贺的简讯 我反正给你秀我预期未来的 一般分析是像我今天要这么好 他会一直跟你讲我赚多少钱 不是我现在 预设成功以后我再预测下一笔 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 因为我很敢赌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赌 应该说我很敢投资 所以我现在真正来秀我真正的恭贺简讯 恭喜 恭喜 武大郎 比 股价天天涨不停 已经连六天上涨 手机消费性电子 忘记带动营收成长 首相持股 获利续报 几天上涨 六天 六天 武大郎 比 武大郎不叫比 是因为消音 对被消音 这种股票 随便你 我最近已经给你那张座吗 潘金连跟什么 戴着绿帽什么 武大郎 武大郎 好不好 那有人又乱猜有人又猜 I don't care 好不好 来精彩 恭喜3374精彩 股价连五天上涨 早盘再创三个多月新高 手上持股 获利续报 怎么股价一涨 这就是连五天连六天 所以大盘不要说不重要 因为大盘连几天 连五天连六天上涨 对连六天 人家知道吗 人家知不知道 说技术分 说大盘不重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不好 我都欢迎PK 这则自信来自于我在股票市场是赚钱的 你久就知道如果郭台铭这一次 其实不用郭台铭这一次 不然是大盘这个你就知道 非人灾啦 在这一天 看好大盘告诉你不会上万七 16800告诉你不会上万七 告诉你11 12月才上万七 你就是一般人能预测的吗 不是一般人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联发科也是告诉你你没有到1000块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 好不好 我真的是一样的 联发科已经赚 你照做一年 60% 不要你上半年有我的简讯 你赚多少 45% 也不错啊 也不错啊 是不是 你要就赚分析师啊 好不好 那我也不多说 我也跟大家讲说今天因为没什么时间的 精彩三三七四有没有 有 三三七四是什么 属于创新高后的拉回 创新高后拉回要不要紧张 不用 完全不必紧张 有一单股票也是创新高后拉回 今天跌 爱普 爱普 创新高后拉回要不要紧张 不用 完全不必紧张 爱普昨天公布营收后 应该说前天公布营收后 昨天是涨还跌 涨 所以代表这是利多 昨天公布居然涨很扯 很扯 就一档股票也是跟爱普一样 月减5% 今天股价还是涨 创进行新高是谁 资源 资源 跟他一样 最新公布营收10月营收公布都是月减5% 先看 月增月减才看 连增连减 营收要这样看 记得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 记起来就好 因为都有交过 好 月减5% 还涨 代表是利空不跌 所以至于爱普到时候 其实股价都一发不可收拾 爱普已经很强了 爱普我觉得 我那五百 没什么问题啦 不过你一定要参加我会员 我才跟你讲真正目标价 你不能问仔细 很多人说 这股价可不可以看 这股价还没看好 这个我可能会回答 你还没有叙霸 这个就是我会员隐私 我怎么可以回答你 你叫几个会员买几张 这个就是我会员隐私 是啊 对不对 只是你没有看坏 没有看坏我可以回答 可以回答 你觉得应该几块钱切入 这么 这么仔细的问题 你听懂吗 我不可能在上面回答你的啦 不可能 那我这样会员怎么办 那没有人要参加我会员啦 虽然我是觉得说我也 有没有参加会员我都不勉强 可是我不能让参加会员的人觉得 我怎么样 他们觉得一样嘛 我觉得他们觉得是有差别待遇啊 你是VIP 不好意思爱你 你是我会员我也爱你 这VIP爱比较多 这是实在的 当然 这实在的好不好 资本主义反映这样子 好不好 可是我误使到自己 你不是我会员 你是我观众 我也喜欢你啊 因为至少你有看我节目你有按赞啊 你有比较按赞的我就喜欢你多一点啊 你按不按赞的 偷看我节目的 然后又想买我股票 又见不得我好 怎么哲哲可以赚那么多钱 那当然没有喜欢你嘛 是不是 那没有办法嘛 所以我一定对会员最好 所以 我只问大家一件事 如果你本来就想找分析师 几万块的会费 或是十万块的会费 你同样的价钱 你要不要找最划算的分析师 要啊 找CP值最高 什么叫CP值最高 营业团队最庞大 我分析师有 有团队有没有 会计师 有分析师 有外资出身的 有台大有政大的 同样的钱你要找最坚强的团队 要 你要不要我们连主播都坚强的团队啦 对 Coco 是不是 你也是当主播当好几年的 是 还有 前中市当家主播 一会 一会当几年 二十几年 你讲过他年纪了 资深就对了 有十五年啦 算你算 这个年纪 真的快 一二十年啦 秘密 所以 连我们主播团队都很坚强 好不好 这看到我们点阅率也是 也是怎么样 也是好不容易都好几万 然后 频道都几十万嘛 Live真的是台湾最多 同样的钱你要不要花最划算的 好不好 那这是资源喔 资源是怎么样 公货怎么样 公货简讯 275 最低275元买进 是的 这是第二批 第二笔 因为之前买过好几次 赚50%走完面向 有 那今天怎么样 怎么样 恭喜 3035资源 股价收涨2%多 创下近期新高 最高获利已经赚超过20% 手上持股获利续保 手上持股获利续保 对 手上持股获利续保 所以特别人这是你要的分析师好不好 资源也是一样 创新已经高 还有什么 艾普也是有吗 是不是 怎么样 恭喜6531艾普股价最高来到421.5元 再创21个多月新高 最多已经赚超过35% 手上持股获利续保 瑶瑶瑶瑶瑶瑶瑶 这都赚30%都还没走 赚30%不是还没走 赚45%年发科还没走 是 你不觉得我很贪心吗 是 我就是很贪心的人 所以 你弄什么美债一天我赚150万怎么样 赚不够多 我想赚1000万才走 是啊 欸连债券INTIF都可以赚1000万 是 好野人 应该是说非人哉啦 好野人是有钱人 我要做非人哉的人 那你看不清楚我 好不好 他身家电子 今天就不讲了好不好 身家电子也赚35%嘛 对不对 稍微讲一下 这些股票好不好 时间关系来不及的很多股票 对 威射要喷出去的 威射这个我认为他故意洗牌 他有可能营收公告号 就喷出去了 上一次也是营收公告号 喷出去好不好 不要说我没说 好不好我一切一切预告前面 2449的金元店有没有 像00929每个人都讲嘛 可是我说过嘛 约配有个缺点嘛 凭准金嘛 你看 金管卫现在在管凭准金啦 要揭露啦 在管1加3%要揭露啦 这不都是我不屑的东西吗 没错 我有害你们吗 所以你要找实在分析师 有些人不认同 这时候凭准金比较好 无扯 可是 不会影响我吃00929的豆腐啊 所以我金元店就可以进场了 是 你听懂我还说什么差别吗 逻辑很清楚 就像郭台铭 普通的人 可能不知道我多厉害 所以你就听我的预告然后去验证就好 好不好 这个逻辑好的人很多逻辑好的人 马上来参加我行列 因为他觉得太夸张的 郭台铭你对你的逻辑没错 国台方发言人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 对 哲哲 为什么你 你联发各个在600元 的时候不到600元你告诉我可以找1000块 你怎么想的啊你怎么看那么远啊 哲哲为什么美在ETF 为什么赔150万的时候你可以谈效丰盛 为什么你现在赚150万你一直盖来看一下损益 你根本不在乎 你可以赚300万你根本不在乎 对哲哲 我要加你行列 我要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会员 认同我的你懂不懂 认同我的 204也是一样 MG的车子啊 对不对啊我像很多身边的年轻朋友们他去买MG 真的那个内章跟兵士一样啊 整年车子也有研究啊 所以你要怎样的分析师嘛 一切一切我遇到前面 现在几分呢 差不多要结束了42分钟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你去向你看你要评论分析师 我不去试的话不去马后泡 这么多功课简讯都实实在在的 年发科也好 艾浦也好 竟然创新高 资源也好 有没有 精彩也好 五大年六天上涨 去想看你要评论分析师 我只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认同我第四季最好做股票行情 你手边是不是有一些股票 太老了 你想要找一个 最划算 最CP值最高的分析师 那就是我 因为我20小时待命 那我欢迎来电架起 0806的拜拜我 或者是 来那个加我LINE 私讯我告诉我的需求 不论对我做我一切一切遇到在前面 去想看你要评论分析师 一年四季哪一季行情最好做 第四季 就是第四季行情 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 现在就是第四季 你还在等什么 以及一而再再而三的验证 投资长就是来自未来 而且也用美债ETF 这个黄金买点 告诉你未来的行情 这么的好 那标股就更不用多说了 那如果你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 赶快电话拨打 080066 8085 080066 8085 荣耀花来街 明天见 观众朋友注意喔 最近诈骗盛行喔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组 S178 Teregri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regri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 A的账号 这些通通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谢谢 再见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照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regrim 我们的LINE跟Teregri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喔 谢谢各位